DX 遊戲機關心 先週四好 連進 每天開機玩遊戲 大家好 歡迎回到大先生 我是RICO Papa 又到了每週的偷錢交易戰 這個節目裡我會幫大家整理 每週發生的遊戲大小事 新聞爆料 新發售的遊戲資訊等等 這週也有許多有趣的新聞 像是最新的微軟 Windows 11 即將要推出 可是新的作業系統 對玩家來說 到底有什麼影響? 此刻维尔说要做出全世界最漂亮的开放世界游戏 预避说要做出更聪明的NPC AI 那索尼呢 似乎也不打算让微软一直独秀 大手笔收编了一间甚至有可能是两间工作室 废话不多说 我们就马上开始这周的新闻吧 不知道还有没人记得 微软曾经说过Windows 10是最后一代的Windows系统 结果嘿嘿嘿嘿 11就这么蹦出来 这次微软不断的强调 如果你是一位游戏玩家 那全新的Windows 11完全就是为你所打造的 在6月24号的发表会当中就是那个Gam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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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 除了展示全新的Windows UI界面 那个很难用的Windows Store也有大幅度的改善 甚至花了许多时间在讲跟游戏相关的内容 既然讲到游戏 发表会中当然的又再次大力推广了订阅制的游戏服务 微软的王牌Xbox Game Pass XGP 而这次在Windows 11里面XGP用的Xbox App 也会直接内建在系统里面 不用像现在还要再去额外下载 不过在这边还是要小小的抱怨一下 这个真的不太好用的Xbox App 从发表会影片的界面上看起来 跟目前的版本没有什么区别 真心希望微软可以花一点心力 把这个平台改得更好用一点 毕竟市面上已经有像Steam这种成熟的平台可以做参考了 目前Xbox App 还是只有这些阳春的功能 实在说不过去 那对于玩家来说 更新成Windows 11之后的好处主要有两个 这两个技术其实都已经实装在Xbox Series X跟S上面了 一个是能够自动调节画面色彩 以及鲜艳度的Auto HDR 简单来说就是不需要游戏开发商额外的更新 就能够自动将旧我的游戏转化成彩度更高 对比更鲜明的画面 当然前提是你需要有一个支援HDR的萤幕 另外一个则是Direct Storage 这个功能是更好的善用了NVMe SSD的高速读取速度 可以让游戏的读取画面时间大幅的减少 或者更快速的读取游戏内的贴图素材 以后说不定还能做到像Xbox那样 Quick Resume的功能 对于PC的玩家 有点像是一直在体内许久的高深内力 突然被打通了任督二脉这样子 花大钱买的那些Gen3、Gen4、NVMe SSD 终于可以在游戏中发挥笑难了 目前Windows 11的正式上线日期 预计是今年的年底 如果你原来就是Windows 10的使用者 并且电脑配置符合11的最低条件要求的话 就可以免费升级到Windows 11的版本 而Windows 10的微软则是会继续支援到2025年 那如果你是PC跟次世代主机全都要的玩家 想要挑一台PC跟主机都能共用的电视或萤幕 应该一直以来都很头痛 就像我一样 前些日子微软就宣布了与三间厂商 Acer、Asus、Philips 所合作的三款电视以及萤幕 4K、HDR、HDMI2.1、高更新率、低延迟 全都有 只是这么多的功能 价钱也是成正比达 连结我们就放在下面 有兴趣的朋友就可以参考一下 讲完了Windows 11 接下来我们就快速过掉一些比较短的新闻 红遍全球的鬼滅之刃 所改编的动作对战游戏 鬼滅之刃 火之神血风潭 发售时间终于公布了 本作除了有单人的剧情模式 也可以让玩家体验 并且游玩故事中的剧情 还有可以跟朋友一起PK的双人对战模式 动漫中那些熟悉的角色 总共有多达18位 都可以在游戏中让玩家来操控 游戏会在今年的10月14号发售 Steam上面要过两天 16号才会上架 预计在2022年推出的 史克维尔全新作品 Forspoken 负责游戏的开发者 在上周AMD的新技术 FidelityFX演示会里面表示 透过这个最新的技术 团队希望把这个游戏打造成 前无古人 后无来者 史上最壮观最漂亮的开放世界 虽然话说的很满 但是游戏好不好玩 最后还是要看游戏性怎么样 还是希望这个游戏 不要太过注重画面 而忘记其他游戏的重要元素 史克维尔旗下的另一个IP 圣剑传说 也在上周末的30周年庆祝直播会当中 宣布了圣剑传说即将要动画化啦 除了动画之外 还有两款全新的圣剑传说游戏 一款是叫Echo of Mana的免费手游 另外一款则是为了假计开发的全新星座 不过应该是才刚开始 要看到游戏画面可能还要再等一段时间 育碧2022年的星座阿凡达 是专门为了次世代主机所开发的 据他们所说 连里面的NPC都会是次世代的 游戏内的NPC 除了会有大量的各种逼真动作 还可以对整个世界跟环境有所认知 比如说对于时间天气 甚至是玩家的行为 举例来说 游戏内的草食动物 可能原本很悠闲在那边吃草 但是被玩家的动作吓到了之后 就开始横冲直撞的逃跑 过程当中可能会折断树枝 踏平草皮 又或是连带影响到其他的生物 也许会有像蝴蝶效应一样的情况发生 听起来是很不错 但希望不要像是GTA里面一样 一堆车子里面乱撞 莫名其妙的AI行为 曾被国外知名游戏媒体 IGN选为2019年度游戏的 控制Control 也有新作的消息啦 代号Condor的新作品 也是第三人称视角 但游戏方式从单机变成了 4人合作的PVE游戏 目前游戏还在开发当中 可能要过一段时间才会有更新的消息 不过除了这款 负责开发游戏的505工作室还透露了 他们有心想要继续丰富控制的世界设定 所以在这个世界观的基础下 未来还会有一款更具野心 更大成本的游戏 不知道在座的各位 还有没有人近期在玩2077 是不是还跟刚发售的时候 动不动就bug满天飞 根据开发商CDPR的说法 他们目前已经将游戏的稳定性 修到一个他们自己都觉得满意的程度了 后续可能将重心 开始放在游戏内的系统上面 虽然这样修下去 不知道是要修到红年码游去 但心中还是默默的期望 未来有一天 可以玩到2077原本应该有的样子 最后终于来到本周的重点 继微软在3月的时候 撒大量的银币 收编Bethesta旗下一堆堆的游戏工作室 在这个之后 索尼的CEO Jim Ryan 就曾经酸言酸语的说 要培养一间好的第一方游戏工作室 不是只要砸钱就好这么简单 索尼现在也开始反击了 在6月30号的时候宣布 曾经开发PS5独占游戏 死亡回归的House Market工作室 正式加入PS Studio旗下 但是就在发布消息的当下 日本PS的推特小编可能手又抖了一下 不小心贴错图 贴成另外一张 还没有宣布的游戏工作室 收购消息 原本应该是House Market的logo 变成了另外一间游戏工作室 Blue Point 虽然马上就被撤掉图片了 但是广大的网友 还是早就已经截图下来了 可以说是自己的乌龙大爆料 PS这次收购的两间游戏公司 分别是做什么类型的游戏 我们稍微简单的介绍一下 首先是芬蘭的游戏制作公司 House Market 其实他们早在2013年以来 就一直在帮PS做游戏 而这间公司所做的游戏 都非常有自己的风格 也相当坚持把以前的接机元素 做到新的游戏里面 从他们过往的作品 像是早期的Restogun 与死亡机器 到最近的死亡回归 都可以看到满满类似弹幕 涉及游戏的感觉 虽然之前的游戏风评都不错 但是销量一直是一个问题 终于到了这次死亡回归 才算是争了一口气 现在又加入了PS Studio 之后 经费终于不再是个问题 除了有传出工作室在扩编招人的消息 下一款作品也正在开发当中 目前知道的只是这款新作 不会是死亡回归的二代 另外一家是还没被索尼正式宣布的 是之前才刚做完 重制版《恶魔灵魂》的Blue Point 这间2006年成立的工作室 可以说完全是一个 专业重制游戏的公司 从最早以前PS3的战神合集 到PS4的秘境探险合集 甚至重制的汪达与巨像 也是他们做的 PS5 上面最新的《恶魔灵魂》 口碑也是相当的不错 真的是专门重制游戏的专家 想必PS把这间公司买下来之后 应该是想把手上一堆堆的旧IP 都重新拿出来再炒一遍 我相信只要炒得好炒得香 一定有人跟我一样 喜欢古早味 从索尼这次确定收购 以及几乎确定会收购的 两间游戏公司看下来 索尼买工作室的态度 真的跟微软大手大脚的方式差很多 这两间公司 几乎都是已经跟索尼合作了很长一段时间了 一直以来也几乎是专门为PS主机开发游戏 有点像是试用期满了 终于决定肯让他们正式入职 但是不论怎么样 这对玩家来说应该都是好事 这些工作室正式加入PS Studio 之后 可以拿到的资源一定比以往更多 希望能够做出更多更好玩的游戏 另外另外还有一个好消息吧 最后《生还者2》的DLC 现在正式确定不会有啦 制作人Neil Druckmann 在最近接受访谈的时候 被问到关于二代DLC的问题 他很明确的说 并没有任何做DLC的计划 游戏新闻部分就先到这边 在开始介绍这周的新游戏之前 让我们再打一个不是广告的小广告 不知道喜欢玩游戏的各位 会不会偶尔想要多了解 游戏背后的开发过程 或是整个游戏产业的运作模式呢 这边我们推荐一个超优质的纪录片频道 Noclip 这个频道是以纪录片的形式 介绍各家的游戏开发厂商 或是记录他们开发游戏的过程 拍摄的品质跟影片的内容相当专业 介绍的范围也很广 这边我们推荐 巫师跟2077的制作商 City Project的纪录片给大家 除了因为这一片有支援中文字幕以外 City Project的发家历史 其实本身也是蛮有趣的 如果吃饭的时候打开Netflix却不知道看什么的话 可以看一看他们家的纪录片 不是广告的广告就先到这边啦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 过去的一周有哪些新发售的游戏 首先我们先介绍一款 类似空洞骑士的横轴动作游戏 Ander Lily's Quietest of the Knights 虽然画面跟故事阴沉黑暗 但是美术跟音乐都做得相当的优秀 而且主角还是一个白发小罗莉 战斗的方式相当的特别 小罗莉本身是不会拿刀5件的 所以会用类似像《啾啾冒险眼狼》里面的招式 召唤出替身来做出攻击动作 冒险过程中 击败boss之后 等于是把他们收编 并且使用他们相关的 剑、弓、魔法等等之类的攻击方式 随着进度的推进 会的招式就越来越多 技能总共有26种 可以让玩家来做各种的搭配 整体游戏难度不算低 但如果你喜欢玩空洞骑士的话 这款一定也适合你 各项体育全能的玛丽欧 这次要来打高尔夫啦 玛丽欧、高尔夫超级冲冲冲 有正常一般模式的玩法 看风向、判断、挥干、力道 体验各种不同的高尔夫球场 想要动一动身体 可以用Joycon模法挥干动作 其他还有许多有趣的模式 像是快速高尔夫 就不用你挥干一次 我挥干一次 这样慢慢来 所有人一起开始打 除了要比谁跑得快之外 还要比谁先把球打进洞里面 另外还有球洞争夺战 就直接把玩家丢到竞技场当中 先打进三个洞的人 就可以获胜 还可以用各种的道具来影响对手 看起来真是非常有趣刺激 这次还收入了冒险模式 让玩家可以用自己的密当主角 跟玛丽欧世界的角色比赛 提升等级并培育自己的角色 任天堂也有提到 后续还会免费更新新的内容 目前MEDAQ的上面媒体评分是72分 玩家的评分只有61 是稍微偏低啦 但如果只是拿来跟家人一起同乐 应该还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Doki Doki 心跳文学色Plus 看到这个系列美少女画风 我相信大家对心跳文学色的第一个反应 应该会想说这不就是个恋爱养成游戏吗 实际上这只答对了一半 身为男主的玩家要靠写诗 来提升女主的好感度 用女主喜欢的词汇完成的诗 就会让女主好感动 好诗 好诗 这款游戏外观上面是 甜蜜的恋爱故事 骨子里却是一个恐怖游戏 不过不是那种Jumpscare那种 而是会让你玩到心底发海 游戏里面其中个女角是控制广 为了跟我们谈恋爱 会耍尽各种手段跟心机 这款游戏的尺度有多大 就留给有兴趣的玩家 自己去发掘吧 这次的Plus 会加入额外的剧情 也会登上家用主机 游戏会在6月30号发售 是一款很特别的游戏 可以留意一下 再来就是每周带来欢乐的游戏趣闻 还记得我们之前曾经介绍过一款 任天堂Switch出的游戏 名字特别长 叫做附带导航 一座就上手 第一次的游戏城市设计 超长 这款游戏其实就是一个 自己做游戏的游戏 我们那时候就在想 应该很快就会有人 做出一些奇奇怪怪的游戏 果不其然 马上就有神人大大 做出了这款 极具绅士风格的 横轴射击游戏 哦哦哦哦 后续不知道还会有多少网路神人 做出各种脑洞大开的游戏的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期待 最后我们放一段 某些朋友可能看完之后 会有切身之痛的影片 I wish they made these Xbox is quieter because every time I turn mine on it makes this sound 不知道你们是不是能体会啦 我自己就是 哈哈哈哈 好啦本集的偷闲加油站就先到这边 感谢各位观看到最后 如果方便的话 请帮我们按赞分享 订阅小叮当 这样子可以让YouTube更有机会 把影片推送出去 让更多喜爱游戏的朋友 都可以看到 想要follow 最新的游戏消息 或者各类的游戏 都欢迎订阅我们频道 来获得最新的资讯 我是Ricco Papa 我们下周见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大家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